在受到流感肆虐的同时 新冠肺炎也开始在美国蔓延 那美国目前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经增加到57宗 而在这一些确诊病例当中 有40名的患者是从钻石公主号邮轮回国的乘客 那眼开疫情扩散 旧金山市长昨天宣布该市开始进入紧急状态 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则发出警告 这新冠肺炎疫情迟早在美国社区爆发 那这个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同时还呼吁美国人民必须要做好准备 不过当大家都在为疫情感到担忧的时候 人在印度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却认为目前的情况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严重 还要大家放心不需要口慌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警告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会在社区爆发后 仍在印度进行官方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强调 美国疫情情况仍然守控 尽管特朗普出面要民众和投资者放心 但这几天都在下挫的美股还是乌云笼罩 其中道琼斯指数昨天更是重挫近900点 对此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则是向长期投资者喊话 呼吁他们在这非常时期放远投资眼光 库德洛强调疫情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因此他建议投资者要认真砍呆 毕竟现在的股价比一两个星期前更加便宜了 美股已经连续两天暴跌 那这种情况下难道特朗普真的不紧张吗 根据华盛顿邮报引述消息来源 虽然表面上特朗普总是表露着不是很在乎的样子 其实私底下他对美股暴跌这件事是非常生气的 被认为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出的极端警告 吓唬了投资者 消息还指出特朗普甚至警告他的卫生官员 不要再预测疫情会带来的影响 以免让股市进一步下跌